今天我就來看看粉絲的留言 我可能會需要跟大家聊聊 我們到底要怎麼看套路打的好壞 大家好我是金先生 今天這一集呢 我要來跟各位聊聊 我們通常怎麼看套路打的好還是打的不好 以我所學過的這些武術來說 這一些武術來說 通常我們會有一些很基本的判別的標準 然後可以去看說這個人打的樣子 當然我們在講打套路嘛 所以你要打套路 第一個你記熟是基本 如果你連打套路的樣子 都打一招想一招打一招想一招 那應該也沒什麼好說的 那就是沒練或是沒練好 那這種呢我們就不討論 建立在套路都記熟了的基礎之上呢 你看到的那個打拳架 演練拳架子的那個樣子呢 我們通常會用四個方向 來去大概判斷說 這個人他的程度生前大概會到哪邊 第一個呢是我們看下盤 第二個呢我們會看三盤 第三個呢我們會看盡力 第四個呢我們會看攻防意識 那以下呢為各位簡單的闡述一下 這四個方向大概要看哪些東西 首先我們說第一個我們看下盤 通常我們講到下盤 大家想到的一定是 喔馬步要蹲到多低 但其實這個會是一個迷思 為什麼我說是迷思呢 因為馬步要蹲到多低 其實這個各門各派都會有不一樣的要求 你說詠春 詠春要蹲多低 二字前陽馬高低 所以我們講馬步要蹲下去 其實並不是說我們要要求說 喔每一個馬都一定要 像是紅拳的四平大馬 大腿都一定要平行於地面 其實並不是這樣 馬步蹲多低呢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跨要落下去 那在跨落下去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什麼呢 通常在看一個拳架 我們在看下盤的時候 我們會看的是 當他在行拳的時候 他的跨不應該沒有理由的站起來 什麼意思呢 假設我們以八級拳中的其中一小段來看好了 當第一個起勢動作跨落下去之後 接下來在行拳的過程之中 只要這個套路裡面 沒有特別強調跨的起伏的動作存在的話 他應該會是維持在 你如果在螢幕上畫一條線 你就會看到他走過去的時候 他的跨都在那個高度上 這個叫做有落跨 這個叫做跨沒有太多的起伏 但也會有一些拳架 比如說像八卦掌的動作 他可能就會在裡面 要求你要有一些起落 那這個起落 有他要練的東西存在 所以並不是說 我一概而論的說 我只要蹲下去 就一定都只能維持這個高度 並不是 只是我們可以從 如果這個套路 並沒有要求你起伏這麼大 可是演練者 卻有過高 跟過低的起伏存在的話 那或許這個演練者 他的練習時間就還錢 他還沒辦法掌握到 這一個壓著跨走路的感覺 壓著跨行權的感覺 這是最簡單的判別方式 我們可以很輕易的 從這個地方去看出來 一個人的全架子的火候 大概到哪邊 但看出生前 並不代表你要你去留言罵他 我們網路上講話 還是要留口德 除非這個人打得很爛 然後他又自稱打師 那我就沒 看完下盤之後呢 第二個呢 我們會看三盤 發進的前提是三盤起伸 過多的學術名詞 我就不提 我就講一個最簡單的判別基礎就好了 你可以去看演練者 從動作起始到動作結束 是不是手跟腳一起動 手跟腳一起停 什麼意思呢 你會不會看到他的腳 已經踩紮實了 沒有在動 可是他上半身還在移動 或者說你會不會看到呢 他的手已經到點了 已經打完了 伸直了 可是他的腳跨還沒轉過來 這個叫做三盤不整 那我們要講的三盤起整呢 就是你要看他的手腳一起動 手腳一起停 第三個呢 我們會看經歷 但經歷分明暗長短 其實普通人不容易看出來 也會看這個套路 他需要表達什麼樣的內容 或是演練者當下的狀態 或是演練者當下想要強調什麼樣的內容 而發出來的靜力都有可能會不同 但我們還是可以很明顯地看出發著力跟發靜 它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第四個呢 我會看工房意識 我們在看有下盤有三盤也有靜力之後呢 接著我們就會需要去看說 演練者在這個套路的展演之中 他的工房意識有多少 這個呢 其實是最難的部分 因為你會需要知道這個套路的每一招模式 他大概要怎麼用 你才有辦法去體會他的工房意識有存在多少 但還是有一些很簡單的方法可以去辨別 比如一個衝錘 類似像這樣子的動作 你總是要看著你打的方向吧 如果你全打出去 然後眼睛在看別的地方 那你要打誰 比較高端的判別方式是 你看著他打套路 你就會看到他前面好像真的有一個對手在跟他做工作 那我們懂這四個方向之後呢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判別基準 然後可以去看展演者的申請 那這四個判別基準呢 通常也是我們一般所謂傳統武術的展演比賽之中 這些裁判的判分基礎 這套判別基準呢 它是一個通論 它是一個大方向 那實際的狀況呢 我們還是要看有些套路他可能相對特殊 或者是每一個人他在展演那個套路的時候 他當下的狀況 或他想要強調什麼樣的內容 都可能會有所不同 所以我個人的習慣呢 因為畢竟不是比賽判分 比賽判分我只有一次機會 他打完這一套 我必須得給他一個分數 可是現在不是比賽判分的時候 我通常會多看幾套拳 然後再從這幾套拳之中 去大概拼湊出一個樣子來 所以呢 這個就不是一個絕對性的基準 那我講的這些東西呢 都是建立在所謂傳統武術的判別基準上面 那現行的競技武術 或者是說比賽的這些套路呢 都因為我沒有涉獵 我也沒有練 所以這些東西呢 就不在我這次討論的範圍之中 那我們能夠從一個人打套路的樣子去判斷出他大概的深淺之後呢 你還會需要知道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如果各位有在關注我前面的影片的話 應該會發現我一直在重複強調一個觀念 能出拳、能發勁、能打好套路跟能動 其實都是不一樣的概念 我們不能因為我 套路打得很漂亮 老師說我進發得很漂亮 我一定很強、我一定很能打 然後你不對練 你不跟人家實際用真實的交戰速度、交戰距離來接手 你永遠只會在那邊 一部劇之中 你推我我推你 你輸這一拳我接這一手 你輸這一拳我接這一手 接到我好厲害 我好能打 直到有一天在路上被他打爆了 然後人家說 你傳武都不能有 你傳武都不能打 這就是傳武落到今天的最大原因 所以如果你現在是在找一個你想要去上課的教練或老師的話 我都還是會建議說你看完了 你覺得不錯 那你還是得實際去找他上課看看感覺 只是在網路上看打套路的影片 其實都沒辦法是你的最後定義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觀看 如果你覺得我分享的內容對你有幫助的話 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各位有什麼想要我分享 想要問我的問題呢 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好 我是金先生 老實施練拳 認真度日 我們未完待續 你來幹嘛 你又要來跟我玩對不對 我每次都是這招 你要不要選個後空翻 要不要後空翻 沒有 沒有後空翻 試試看 不會 怎麼不會 怎麼不會 你不會後空翻 我要怎麼拿你去拔妹 要回來我家 我家的貓 不會後空翻 你要睡覺嗎 可以 你要不要 你… 就ются 你… 要不要